A.I.时代为自己而学 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阿淼在议会当中 很想推动改变 并且让改变发生 你怎么样能够 把这样这么难的议题 从听众的角度来说明 最后呢 让别人不仅听得懂 而且受到感动 而且愿意采取行动 想请问 你怎么看待学习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学习 是一件要持续不断的事情 并不是说校门里学习 出校门外就不要学习了 因为尤其是 虽然我觉得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时代不断进步 社会不断进步 听起来是成枪烂调了 但是我自己从 大学毕业之后 直接开始工作 到现在也超过十几年的时间了 快要十五年的时间 那我的体验就是说 确实我们看到 社会是不断变动的 你知道在我 大学的时候 一类组的第一资源 当然是法律系嘛 可是到现在 大家已经在讨论 有没有可能在 我们有生之年 律师会被取代 所谓的学习 我觉得你就是要去培养一个 你现在还没有 但你未来希望有 而且可以带着走的能力 所以我们从小在学校 什么都还不知道的时候 开始学习一些当时还没有的技能 那我们希望出校门的时候 孩子可以把这些技能带着走 可以不管未来 他去到世界哪个角落 或是在社会上哪个位置 都用得到 那我们现在在社会当中 不断地学习 也是要带着走能力啊 那第二个当然 就是所谓的学习 就是要先承认自己不知道嘛 你如果不承认自己不知道 那你当然不会有学习的心啊 所以我还蛮常承认 我自己不知道 包括我这个在我团队里面 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们 他们也教我很多 比如说我不会用IG 然后我就会问说 那这个要怎么用 为什么你字会变色 为什么你背景会变色 先承认自己不知道 那你才能够有效地去了解说 好那我现在需要补强什么 对于学霸来说 这件事是困难的嘛 就是他重要的事情是在哪 承认自己不知道这件事 有的人可能不太能承认 那我在刚刚讲到18岁之前 那是高中毕业之前 那我是很幸运 因为我很会考试 所以我在台湾的这种 比较扭曲的升学主义下面 我是被优待的小孩 那在很会考试的 这一个光环下面 其实我在18岁之前 是真的觉得我自己 好聪明又好努力 现在讲起来都不好意思 但是一直到上大学的时候 我才发现说 天哪身边的同学 怎么都这么厉害 然后我才开始发现 自己很普通 然后在大学的时候 我又遇到了几个 算是人生的意外 第一 我意外发现 原来我根本不喜欢读书 我不喜欢读考试要读的书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发现 因为我以前都一直觉得 我很会读考试要读的书 可是会不会跟喜不喜欢 是两回事 然后第二发现 同学都很厉害 第三发现说 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阳光照不到的角落 跟我们生长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还有很多阳光照不到的角落 有很多的青少年 是需要这个社会去关心的 其实对我自己的人生来讲 是很珍贵的体验 因为我可以去体验到那种 可能不被注目 不被关注 然后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你反而有同理心 你可以同理这样子的孩子 跟这样子的人 我不敢乱说 我超有同理心的 但是至少我学会从不同的角度看事情 就是那种落漏强识 优胜劣败的逻辑 现在在我看来 我觉得不见得适用 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需求 每个人也有不一样厉害的地方 那这是在大学 后来成长出了社会 然后在持续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 我们更学会了平衡的看待自己 就是说 我确实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 我也有很多知道的事情 那我不知道的 我跟别人学习 但我知道的事情 我乐于分享 那这样一路走来 我觉得算是一个 比较多元的学师的历程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刚刚其实有谈到 稍微谈到 就是现在这个CHAT GP 科技发展这么快 所以大家会觉得 尤其是这个趋势 大家会觉得说 都要去理科 都要去工科等等 你觉得你现在在这个位置上 你最重要的一个能力是什么 然后是怎么培养的 因为我认为 虽然现在大家讨论 律师会被取代 但我认为律师不会被取代 我认为法官也不会被取代 检察官也不会被取代 因为我们在处理的都是 AI学不来的东西 例如说人的感情 人的心里面细微的心思 人会有的喜怒哀乐 这个是AI学不来的 AI不会有情绪吧 就算它有 它是 就是去学习那些情绪的语言 但它不会有一个心 然后这个心中有各种的狂喜心痛 去影响它的决策 所以我觉得 其实在 AI的年代 最快被取代的是 背诵的能力 是 像我现在已经知道了 什么背诵能力 其实不是很重要 刚才讲说 法律人都是被六法全书 其实没有 我们最不会的就是背六法全书 因为六法全书每年都在改啊 你今年背了 明年就不适用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重视的是 寻找问题增结点 并且针对这问题增结点 加以解决能力 所以 这个我认为短期内 看不到被取代的可能性 那 其他的学门 我想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AI能够背的 那也许你不用花那么多心思去背了 可是 你如何分析问题 然后把问题的那个痛点找出来 然后 应用 你能够应用的工具去解决这些痛点 像我现在啊 也开始学习 使用一些 生成式的 AI的工具 在帮助我工作 这就我下一个问题 我并不担心说 我的助理会不会取代 我也不担心 我个人会被取代 因为在未来 你越会应用这些工具的人 你越掌握这些工具的人 你反而越有不可取代心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这么 担心受怕说 啊现在AI的年代啊 怎么办啊 好我们是要 是不是要叫小孩子换主念啊 或者是 叫他改变他大学科系 我觉得倒也不用 因为 不管你在哪一个位置 你只要有一个 AI没办法学会的能力 那你就不会被取代 在这个阶段 那请问一下你对 会给大人 家长或者是老师 你会怎么样给他们打气 我自己当小孩的时候 我觉得我现在回想 比较幸运的点是 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强迫 我改变任何事 尤其是上了大学 那我人生发展的轨迹 跟他们想象原来不一样 然后在考上台大法律之后 啊怎么没有 我要去做律师法官检察官 怎么没有要去读硕士什么 我从言谈跟眼神当中 都感受得到啦 我父母就是期待落空啦 就是失望啦 我都感受到 可是我觉得比较幸运的是 他们从来没有真的 开口要求我 或强迫我要改变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空间啦 他表达了他想表达的 可是他给予我一个 还是可以自己做决定的空间 那也正是因为 我从小到大都有这样的空间 所以我才成为今日的我 所以对此我是感谢的 谈教育 聊生活 连接他人 探索自我 亲子天下Podcast 陪伴你的每时每刻